我們有賣WiFi機嗎 我們有賣啊 那我就不能講WiFi機的壞話 我們也 我想聽 因為WiFi機就是感覺就是要一直充電 然後 可是WiFi機就是多人用啊 對啊 但是我就是不想要跟別人分享啊 所以就是 如果你遇到連女伴 你就不能用WiFi機 你要用Steam OK 說大家好 我們是 什麼 喔我想說我們是一個主台 沒有啊 你是主持人 我是來自 那歡迎來到我的旅行小小老師 那我們今天邀請到我們的馬丁邊 今天第一集嘛 我們來聊一些雷綠伴 特別搜集了很多那個網友的 他們的物理到雷綠伴哪些 那我們今天就分享五大雷綠伴給大家 那第五名呢 就是獅子型掌控慾望盛到哪裡都要挺他的 然後因為第五名跟第四名就是很像 這五都要放他一起講 第四名就是樹藍型 什麼事都要拖都一定要出門來再化妝 第四名就是可能大學同學 那樹藍型可能是我 然後 那你說他們的名字是大學同學 呃 就是這樣抱歉 不過 會遇到這些事情 我們都沒辦法避免啊 因為大家的個性都不一樣 那 就是旅行當中 知識改善的同學 所以 如果可以設成處境的人 會 對方倒閃應該是蠻好的吧 就是 欸你其實有點蕭子 通常就很放聲 放聲 就是大家各自阿 不然你很不要 所以你給大家解決的通常就是放聲 反正就是你可以就是 他總理的 他懂他的 你總理的 大家可以分離散 其實還蠻不錯的耶 因為現在就是出國三二網路 你就可以活著 對啊像 像你比如說如果我拖過時間的話 那我的隊友他們就要出發 然後我就說 那你們去幫我跟一下好 再蠻你們 對解決方法就是 各自結散 就是可能比如說到一個點之後 我們就說 欸那我們就半個小時後再集合 就好 我們就可以避免他的脫了啦 或者是他如果每天早上都脫很久 的話你就說 欸那我們就幾天約哪 就好 就不然在怎麼等 對啊不然就是等人 等人去等到十分都沒了 然後晃一下 你之前講述這麼老派的東西來 第三名王有票選的雷 雷裏班 雷裏班呢就是公主轉世 什麼都賢重賢熱走不動 反正就是任何事情都可以嫌棄 賢重 也蠻多王子的 這種不分性別 就是這種任性的人還是很 就是像我這種就是比較 會不想要理你那種公主或王子 我就會直接去定一日用 看一日有蠻方便的 然後他如果嫌的話 就是你也沒辦法 因為那不是我看的 對 如果他嫌的話 就是也很放生 對啊就是我們的結論權 都是放生 如果你不想要搭 他們的大宗交通系統的話 其實也可以自己拍招 所以你看到他當公主 都好像在四季 但是我還喜歡太招 因為第二名跟第一名 重疊性太高了 所以我們就把他列並列 就是愛抱怨跟雙面 那就是愛抱怨的那一種呢 就是有一種愛抱怨的人是 你在蘇巴前說好好沒問題 但是到了當地就翻了 就說這個為什麼會這樣 這個為什麼這樣 我不想要去 其實我比方說 衝生的時候 會覺得到白朝 然後到紐約的時候 就會這樣心無趣 真的會有這種感覺 就是你到了之後 他們就說這跟台北的一樣 那我真的是不行 沒有這種就是百年 你不能這樣說啊 但是就是有這種人 不管他們到哪邊 都覺得跟台灣哪裡 差不多 韓國旅遊在台灣就好了 如果他真的很想要出國的話 好那就是 招搭一個 就是你可以去真正的 做一些國道南國化學 像董基嘛 然後韓國的做泡菜 韓國的韓服 你的意思就是要 找出一個就是 讓他心服口服的問題 對不對 沒錯 就比如說大家去高富坦挑戰 高富坦總不能先了吧 我就不信高富坦 所以這個 這個時候 跟台北一樣 又有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如果去高證 你去著他 那你給他Sink啊 OK 今天的解決方法 就是 我們玩完之後再買幾盒 就好 不然你可以想想看 哪裡可以提供什麼 就是去一些實際 設計的體驗 然後就是攝影師 然後就這樣 而且實際設計在台北也有 所以我們今天的結論 不是給對方Sink 就是直接去實際 出去玩就是一種靠 就是考驗你們的友情 或者是你們的愛情 能不能期許 所以我覺得就是 如果 因為你去旅行 而就是去認識一個人 然後發現其實不適合 我覺得這也不是壞事啊 怎麼辦 我們變得好消極喔 然後兩個就開始哭了 如果我們剛剛整體出的前五名 那還有另外兩個就是大家也很常遇到 不是有一種人是特別愛拍照 然後他出去就是要有專屬攝影師幫他拍照 然後有一種人呢 是特別不會幫他拍照 就是怎麼拍都熟透 別人如果不喜歡幫你拍的話 其實有一個非常簡單的解決方式 就是你可以買一個輕易的腳架 但是大家要注意到 Vivo經典的時候 要注意看有沒有使用腳 就是自拍 有些地方不能有 或者是其實你可以請別人幫你拍的時候 你可以請他都按幾下快門 然後你可以就是緩慢的移動你的身體 或是身體的部動作 你看看想要上次的日子吧 然後最後再一個對鏡頭的燦爛的微笑 這麼巧巧 什麼意思 我最常就是看IG的hashtag 對啊 Instagram上面很厲害 還有厲害的網民網上很多 就照著IG上面拍就好了 對 而且如果你真的連這種東西都懶得學的話 你就直接買那種一直留著拍照 是不是這樣 我之前去遊樂園玩的時候 其實就有 他會幫你拍照 然後他就是給你一張QR Code 就用手機掃那個QR Code 你要不要買隨便 或者是現在修軟件會發大 其實我現在練的修蠻高 所以 兩個為大家整理的是 大雷旅辦 然後有一些小巧的經驗 所以大家就是有一些雷旅辦的經驗 或者是覺得有給我更好的經驗方法 都可以在影片中的留言 不知道會不會有下一集 可是還是歡迎大家就是 分享然後按讚訂閱加追蹤 你記得了耶 我這句背超久的 所以大家 剛剛之前照著稿子念這句話 我想說這句話 不是不用背就直接講得出來嗎 反正大家有看完就對了 第一個按讚 第二個 分享 第三個 訂閱 試追蹤 OK Bye